口義哥不會回來 吳釗燮不會下台 因為蔡總統說 部長要自己面對 現在部長自己面對的方法 就是上政論節目 跟大家辯論說他沒有錯 而且說這兩年多的外交成長 都有口義哥的功勞 接下來大家會問說 這兩年的外交成長是什麼 口義哥的貢獻在哪裡 他跟當年所謂的 陳水扁派吳釗燮 去擔任駐美代表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貢獻 又會一樣嗎 大謙 這件事情 因為口義哥出任的職位 是駐美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 所以我並不認為 蔡英文完全不知情 這個位置如果是 其他政府部門下面的四級單位 我相信也許這是部長的職權 也許是相關的代表 或者是大使的職權 但是這個位置是 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說 蔡英文完全不知情 說實話很難讓我說服 你不相信她是看報紙才知道 那麼我要提到的是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對美關係一向是台灣關係裡頭的 外交關係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更重要是對民進黨來講 更是所有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 那麼閒熟外交事務的人 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對台灣來講 駐外大使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駐美代表 而駐美代表處裡頭 除了駐美代表以外 另外一個關鍵的戰略角色 就是政治組組長 因為他可以掌握了中華民國 對美國白宮的關係 對國會山莊 國會議員的關係 對智庫的往來 這通通都是握在政治組組長的手上 我想文吉擔任過政治組組長的工作 你應該非常的清楚 在外交體系裡頭 能夠做到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這需要有幾十年的歷練跟精力 而且要得到政府充分的信任跟授權 否則這個位置 不是隨便哪個人都可以做的 那麼回過頭來講 民進黨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任命 我認為蔡英文跟吳釗燮 恐怕有其他的考量 第一個考量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長期以來 一直缺乏對美關係的人員 所以從陳水扁時代到蔡英文時代 你不難發現 因為他們缺乏對美關係的外交人才 所以他們最後只能夠 以重傳統的外交官 或者是以重學者來擔任駐美代表 可是這對民進黨來說 是有一點無法達到一條新的效果 原因是因為這些人不是他的人 更重要一點 是台灣傳統外交官的養成教育 跟民進黨的台獨理念 是格格不入的 這是完全無法相容的 所以不管民進黨 任命了誰當駐美代表 哪怕是學者 哪怕是傳統外交官 事實上白宮或者是美國國會 要跟民進黨的台灣的總統 能夠有一個對話的管道 都並不是這麼容易 在陳水扁執政時代 民進黨當時跟美國對話 其實不管駐美代表是誰 美國只認定就是邱毅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外交委員會 很多美國的官員就告訴我說 他們要確定阿扁的意志 只能夠派人到台灣來 或者是AIT的人去問邱毅人 說到底阿扁想的是什麼 吳釗燮當駐美代表的時候 也是一樣嗎 他們不會去問駐美代表 但是蔡英文時代 其實那個對話的窗口 就是吳釗燮 所以今天駐美代表 不管是換誰 這個對美國來講 他可能認定的就是一個窗口 就是吳釗燮 所以我要講的是 當今天民進黨任命口一哥 來擔任政治組組長的時候 就再一次的反映出來說 民進黨是絕對不相信 傳統外交官的 文吉擔任過政治組組長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執政時代 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 當你做政治組組長的時候 有很多對話 有很多傳話 可能都不是透過你的 可能是透過其他的管道 因為怕告訴了他 他可能背景不是這麼純正 他可能並不支持台獨 所以很多話是不能知道的 所以對民進黨的總統來講 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要如何把我的意志一條邊 能夠如臂食指的傳達到 該傳達到的耳中 或者是把話能夠原文的帶回來 所以這是民進黨要完成的一個工作 這次口一哥的任命 我認為當然有這樣的成分在內 第二個 吳釗燮自己做了駐美代表 但是當他離開了駐美代表處 他回來當外交部長的時候 吳釗燮要如何能夠掌握駐美代表處 所以今天口一哥如果擔任這個位置之後 其實吳釗燮等於間接的 掌握了駐美代表處 所以我其實這件事情 除了全國的民眾 大家舉國華人之外 我們現在民進黨的駐美代表 心中應該最不是滋味 因為部長直接跳過他 擺了一個部長 能夠親自掌握的人放在那裡 這代表我們的駐美代表 可能是被架空的 因為以後所有的訊息 跟相關的對話 可能都直接透過了政治組組長 就傳到了外交部了 就傳到了吳釗燮 再從吳釗燮告訴了總統 這是可能未來台美對話 另外一個新的管道 所以第三個我要講的是 民進黨內部有很多的 權力的角逐跟縱橫 但是對蔡英文來講 其實民進黨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誰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誰在民進黨內講話就最大聲 口一哥只要擺在這個位置上 白宮 口一哥 吳釗燮 蔡英文 這條通暢的管道 會讓蔡英文成為民進黨內 唯一掌握美國力量的政治人物 這對蔡英文2020 在民進黨內角逐連任的 實力的提升是大有幫助的 大謙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就是蔡英文總統的用心良苦 有說服事件嗎 他為了要掌握 台美關係的單一管道 大謙委員的分析 或許有一些利潤基礎 可是他的分析 會讓這個事情更複雜化 反而是把我們國家害了 照大謙委員的分析 就是第一點 原來過去官僚系統 不管外交或者其他什麼系統 原來因為國民黨 長期執政的關係 所以這些官僚體系 都向國民黨效忠 你的意思是這樣 只有國民黨用得動這些人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他的意思是說民進黨 信中認定是這樣 第二個 我們不這麼認定 他說沒有 對 你想太多了 陳水平時代也沒有這樣 我認為好的領導者就是 既然國家體制出來培養的人 就要為我們領導者所用 因為你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所謂的 你百分之百信得過的人 我覺得你今天很有總統格局 世間 如果 世間 如果相來你當總統的話 我相信 我認為為國家 如果這個體制訓練上來的人 有人真的一兩件事情 去出了差錯 我覺得這也是執政者 違政者必須付出的代價 因為有這樣的代價 有這樣的學習成長 我們國家才會進步 所以我不認為 我認為既然是國家考試出來的人員 要不然廢掉這個制度 要不然我們就要照這個制度 下去走 這是我基本看法 我覺得你今天辦公室電話會更多了 大監委員的一些講法 其實有很多意測 其實小英總統的領導 不至於像你說的這樣 如果什麼事任何事都必須要靠 第一個 要靠某一個國家 某一個政府的青睞 你才能夠來領導 沒有 沒有這回事 這麼講的話 歷屆從蔣中正 蔣經國已降的台灣的總統 難道都是美國的怎麼樣 是他們的馬前竹嗎 你這麼講 會損害了我們台灣2300萬人 我們共同的這個價值跟國格 我認為不是這樣子 我簡單的回應一下 就是第一 世間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扁案發生之後 陳水扁被羈押的時候 他在牢裡講什麼 他要求美國來救他 他說他當時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很配合美國 所以這個如果回去翻報紙 就可以知道了 第二 我要提醒世間就是說 我完全同意世間 對於文官體系的看法 我也很佩服他 尤其在這個壓力之下 他還能夠堅持 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王世間如果當總統 我相信不會發生這種事 但是第三 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待會兒文集也可以補充一下 民進黨有兩個系統 是很難讓他們相信的 一個是軍隊 一個是外交 因為這兩個系統 從養成教育 至始至終就是為中華民國而戰 他們可以為了那面國旗拼死到底 當時如果他們面對 任何外在的壓力 他們要守住的就是中華民國跟國旗 如果民進黨不改變台獨主張跟信仰 民進黨跟國軍 民進黨跟外交體系 永遠沒有辦法一條心 這也是民進黨一個重大的 施政上的一個盲點 大學 你講到國軍很好 我跟你講國軍 所以陸軍官校歌詞裡面揮舞黨旗 還有國歌裡面的黨制 多年來我們社會也討論 不只是民進黨希望這樣 我們全體多數的國民 都希望把黨改成國 那有何不可 過去國民黨就是占盡這個便宜 國民黨長期執政 把軍隊也好 把外交體系 把各個體系 當成自己黨的禁衛軍一樣 所以以黨的觀點來看 所以你才說他別的黨 民進黨來執政了 民進黨就不信任 坦白講 民進黨榮獲 有些許對這一些體制上的不信任 也是因為國民黨的錯誤 造成的 只是我的看法 我希望我們民進黨 不要再重蹈覆轍 所有 所有 這box stop here 這道歉 世堅 你誤會了 他跟黨沒有關係 他跟台獨信仰有關 這個你可以問一問 外交的前線的老兵 報告 沒有關係 公主 第六次 這道歉 都已經進來